神预言 全红禅一年前被跳水女王关注 网友断言 小红要出名了 毫无疑问 今年两项大赛中 全红禅是绝对的赢家 如果奥运会没有延期的话 13岁的全红禅 是没有参赛的资格 延期到2021年 全红禅已经14岁 符合参赛的条件 当然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残酷的选拔赛中创了出来 参加奥运会 全运会掌获了女子单人10米跳台的金牌 作为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全红禅横空出世 其实在一年前 全红禅就已经在跳水圈很有名气了 不仅仅是广东的第一名 还获得了跳水女王高敏的关注 在社交媒体上 更是一度被网友神预言 称全红禅以后肯定会火 这是在2020年8月份 当时参加跳水比赛的全红禅 从7.5米的跳台上 几乎没有太大的水花 高敏点评称 这个动作连接技术料加油很显然在社交媒体上 高敏也一直都在关注着小江的表现